你知道菲律宾的夜生活有多热闹吗? 中国小伙在菲律宾经商两年 经常会带客户去一些娱乐场所谈生意 而今天日本的客户远到来 想要体验菲律宾的热情 阿强便带着日本客户来到常去的一家娱乐中心 但今年来的不够及时 心仪的女孩梅根已经在陪其他客人唱歌 KTV的经理正在为日本客户介绍唱歌的小姐 这是菲律宾的KTV女孩 她们的职业是合法的 负责陪同客人唱歌喝酒 站在一排让客人挑选 在菲律宾 这样工作的人很多 因为菲律宾的穷人更多 每位小姐除了有客人提前预定的之外 几乎都要出来迎接新来的客人 她们每天会化着浓妆和穿着性感 游走在菲律宾的夜色之中 做这个职业的女性必须要会唱歌会喝酒 才能满足客人的需求 拿到客人给的小费 选好了赔偿的小姐 经理带着她们来到KTV包间 包间的氛围灯看得出装修下的功夫 而这间包箱是阿强经常来的 相比于阿强的淡定 日本客人没有体验过这样的KTV 内心充满期待 经理拿来本店的套餐给日本客人选择 一边介绍一边解释各项套餐包含的服务 日本客人对这的服务不是很了解 拿定不了主意 阿强看着熟悉的菜单 只是说了生老样子 从菜单上看 你可以发现菲律宾的消费还是不高的 60分钟无限畅饮 只需要1200菲律宾比锁 相当于140块钱 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阿强在这家KTV已成会员 对这里轻车熟路 经理也很熟悉阿强的需求 紧接着小姐们进场 日本客户瞬间眼睛都挪不开 阿强看出客户的犹豫 对经理打了声招呼 马上包厢里又进来一批新的人 进来的每位小姐都很漂亮 尽管如此也很难挑选出心仪的小姐 阿强一心只想要梅根来赔偿 一方面是梅根的歌声很悦耳 另一方面则是她和自己很投缘 她很欣赏梅根 在这里这个职业并非那么正大 所以背后的流言飞语很多 但来钱的速度很快 菲律宾的工资不高 生活非常辛苦 为了家里的负担 不得不出来抛头露面 包间很漂亮 氛围灯的作用让环境变得高级 很快酒水也相继上桌 大家迫不及待地 想要喝上第一口开心酒 此时梅根在赔偿完另一个客人之后 马上来到阿强的包间 黑色的长裙 衬托着梅根的奥妙身材 阿强正在用短视频的形式 记录着客户此刻的开心片段 梅根则是有些腼腆 不敢正视镜头 而一起赔偿的洛依也显得不太自在 只是端庄地坐在一边 梅根是家中的长女 自己单亲家庭 家中除了母亲之外 还有四个弟弟妹妹 单单只是依靠母亲的工资 根本没法养活一家人 弟弟妹妹的学费和伙食费 都给母亲带来巨大压力 为此身为长姐的梅根 不得不早早地出来工作赚钱 但普通的工作还是难以养活家里人 所以到了晚上 梅根会出来多赚点外快 还好自己的嗓音还不错 梅根依靠自己唱歌也赚了不少钱 而洛依拥有本科学历 因为父亲生病 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所以想要多赚点钱 来还欠下的医疗费 日本客户看着很兴奋 左右两侧都是美女 这时候是马屁经该登场的时候 做销售的 很多时候都要会说谎 阿强也趁机对日本客户称赞一番 夸对方今天状态看起来 就是个年轻人 这让日本客户笑得合不拢嘴 而这些背后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日本客户 和自己达成合作 梅根和洛依显然做着有些尴尬 作为东道主 阿强必须活跃气氛 出口日本的生意 如果谈成 将给他带来不菲的生意 他夸赞梅根唱歌非常好听 提名一会儿和客户一起唱一首 洛依只有21岁 在这里算是最小的赔偿小姐 在这里有故事的女孩 不仅仅只有这两位 毕竟底层民众的生活经不起一点意外 这里的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故事 不过她们的职业是合法的 没有其他的灰色领域 都拥有一副好歌喉 唱歌很好听 阿强之所以喜欢梅根 正是因为她会活跃气氛 同时她也会很害羞 让阿强觉得很特别 梅根和洛依开始展示自己的歌喉 还会带动日本客户一起来 PK KTV的歌曲很多 国内外的应有尽有 菲律宾一直以来 国际游客都不少 这家KTV就经常接待 所以这里的姑娘 各个掌握着不少的语言 什么日文歌 中文歌英语歌 她们都会唱 气氛活跃到最高处 日本客户也按耐不住唱了 几首日本歌曲 显然晚上玩得很开心 但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酒过三巡之后 日本客户也开始有些疲惫 阿强不得不把客户 送回酒店休息 虽然疲惫 但客户玩得很是满意 阿强心底也默默盘算着 今天这笔生意 应该算是谈妥了